两件大事发生,第一件是美国6月份通胀数据出路,在创新高,打破最近40年的历史最高记录。 美国劳工部对外公布了最新6月的美国通胀指数,美国6月份的CPI通胀数据同比升9.1%,再次打破上一个月的记录。 原本3月份美国开启了加息,美国自己甚至全球投资者都以为美国的通胀会压制下去。 谁曾想,5月份通胀创新高,6月份现在又打破了5月份的数据,在创历史。 CPI同比上升9.1%,这意味着整个6月份,美国人民无论是购买粮食、消费、汽油,还是所有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,都需要付出比平时多9.1%的价钱。 商品价格等于全都在疯狂飞涨。 面对如此巨大的通胀,就连拜登现在都直呼,无法接受。 这样巨高的通胀,令人无法承受。 确实,本来现在因为全球疫情的传播,老百姓手里钱就不够用了,而且赚的还没以前多。 现在所有商品,无论是衣食住行,还是其他的大宗商品等等,又还全都疯狂涨价。 大家一边是收入下降,一边却又要多花费比以前更多的钱。 长此以往,哪怕是全球经济霸主美国也扛不了多久。 其实拜登说的还算委婉,你们知道全球其他的分析师是怎么说的? 无数分析师看完美国报表的最新通胀指数,都在说美国可能要开启加息100基点的超级加息潮了。 是的,你没听错,7月份的加息大会,到时候可能美国要宣布加息100个基点。 如果真的如此,那到时候对于全球无数人民,特别是依赖美元的小国来说,那将是一场灾难。 今年3月16日,美联储第一次加息是25个基点,然后5月4日第二次加息是50个基点,6月份又在之前的基础上加息了75个基点。 如果7月份再加息100个基点,那利率就等于提高了250个基点。 加息潮,这是真正的超级大家息潮。 随着这样的加息潮到来,到时候所有银行里的美元,都要直接提高贷款利率。 极高的利率将严重推高当地企业的贷款和运营成本,将使得当地的经济面临衰退的风险。 无数你是美国人民,美国企业,还是全球其他依赖美元的国家,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。 对于美国经济,对于全球经济来说,这都是一个重大的灾难。 第二件打势是人民币爆了。 突然崛起,白俄罗斯今天正式对全球200多个国家正式宣布。 自7月15日起将人民币纳入白俄罗斯的货币篮子,随后更多的细节被爆出。 直接在今天引爆了全球货币圈。 现在全球所有的主要大国都在加班加点,紧急报道这一个超级大事件。 我给你们看看白俄罗斯这个国家央行今天的动作,你们就明白这件事有多么巨大了。 白俄罗斯的央行,刚刚正式进行大更新。 确定将人民币在其国家货币篮子中的权重,提升10%,剩下的90%货币,依次为俄罗斯卢布权重为50%,美元权重为30%,欧元权重为10%。 同时白俄罗斯央行还说了这样一句话,人民币被纳入其货币篮子后,白俄罗斯卢布兑换人民币,美元,欧元,以及俄罗斯卢布的官方汇率, 将根据白俄罗斯外汇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结果决定。 我给你们简单翻译一下这里面的核心意思,目前全球货币最大的霸主是美元,接下来是欧元。 英镑,我们人民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,在堪堪在今年初跻身到了全球第四的位置。 但全球货币市场结算的份额,我们人民币而已仅仅只有2%出头。 过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,基本上大家都是首选美元进行结算,其次是欧元。 很少很少会有国家选择用其他的货币进行结算,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。 今天白俄罗斯的决定,等于彻底在美元欧元垄断全球货币的格局中,丢下了一个超级炸弹。 全球货币的第三个霸主,人民币正式开启登上国际贸易结算的舞台中心。 你们仔细看白俄罗斯的货币权重比例,卢币是50%,这个不用争议,因为在那里卢不肯定是最高的。 接下来的50%,本来是美元跟欧元垄断的。 但现在白俄罗斯直接将欧洲的权重变成了10%,性加入了我们中国的人民币,也给了10%的权重,等于将中国人民币的地位放到与欧元平起平坐的地位了。 这个影响,任何一个稍微懂点全球货币知识,全球金融的朋友都知道有多么巨大。 这不仅代表中国人民币即将在白俄罗斯开始大规模地进行使用,跟代表全球货币现有格局的打破和重塑,真的不敢相信,有生之年竟然真的会见到这样的一幕。 要知道10%的央行货币篮子,这代表的绝不仅仅只是像以前那样的一个,两个单独的交易例子。 这是真正的将我们中国的人民币视为同美元欧元,同一个级别的全球超级货币的标准来定义的。 这是我们中国人民币从未有过的历史性时刻。 虽然半个月前我就有预感,人民币今年肯定会崛起,会创造历史。 当时半个月前的6月30日,印度国内最大的水泥巨头超科集团,就被爆出近日从俄罗斯西伯利亚煤炭能源公司,购买了价值约1.72亿人民币的煤炭。 对于大宗商品级别的交易来说,一个多亿的交易属于不起眼的小交易。 当时这个事情还是在全球金融圈引起了广泛讨论。 交易量当时是很小,当时根据印度方面的透露,本次交易最后是以人民币进行支付。 这个意义却非常重大,这个信号让无数顶级的金融分析师都觉得非比寻常。 我当时也说了这件事情。 我印象很深刻,英国路透社直接就在头版头条说,人民币正在撼动美元在全球货币中的统治地位。 英国当时给出的理由是,印度和俄罗斯以人民币进行交易,是为了规避自俄乌冲突后。 俄罗斯在国际金融市场遭到的各种制裁,这一做法也促进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,撼动了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统治地位。 当时一位在新加坡从事外汇交易的人也在网上说,这一举措意义非凡。 在我25年职业生涯中,还从没听说有印度尸体以人民币支付国际贸易订单的。 此举是在打击美元。 果然半个月的今天,更大的超级壮举来了。 白俄罗斯直接对全球200多个国家宣布,正式将中国人民币纳入本国央行的货币篮子,且直接给予了10%的超级权重,直接与欧元看齐。 太迅猛了,太强势了。 如果不是全球的媒体都在紧急报道这件超级大事,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 太疯狂了,真的是活酒间。 有生之年,竟然亲眼见证我们国家的人民币,能有如此扬眉吐气的历史性一刻。 今晚人民币算是彻底站上了世界货币舞台的中心。 虽然目前还只是一个白俄罗斯这样操作,但全球所有的大国都知道,这仅仅只是一个刚刚开始。 人民币崛起的步伐已经开始。 之前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小,经济、军事等等能力还没提升,如今随着新一代航母,以及最近的反超美国,成为全球贸易最新的第一名。 美国阻挡了几十年人民币的国际化之路。 崛起之路,现在美国自己通胀都报表,都要求中国出口大量廉价的商品救命。 现在再也没有任何人,任何国家,能阻拦我们中国人民币的崛起。 再也没有人能阻挡我们向国际舞台进军了。 今天写下这篇文章没有其他意思,只是想用真实的数据告诉大家。 大国与大国之间的竞争,从货币到贸易到经济等等。 特别是这几年这个关键节点,美国通胀持续爆表,绝对还要猛烈加息。 现在全球许多的金融分析师都在说,未来五年美国经济将迎来衰退期。 低谷期,包括美国的高盛,包括摩根大通,等等顶级机构都是这样认为。 很明显,未来五年美国自孤不暇,将是我们中国大国崛起。 人民币扩张最佳时机,祖国加油,人民币加油。